民进党地方党部的主委 全国党代表选举24号是进行了投开票 在德兴运动公园前的广场来进行 而配合疫情投票之前 必须要量体温戴上口罩 而花林县的党员有2000多人 因为天气凉爽 投票率达到7成以上 投票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而在主委的部分 最后是由陈景峰当选了主委 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 以及全国党代表选举24号 是在德兴运动公园前广场举行 同时也配合疫情 投票之前要为党员们进行量体温 确保投票时能够顺畅 民进党花林县党部代理主委胡仁顺表示 花林县的党员有2000多位 加上今天气候凉爽 大家出来投票意愿是相当的高 投票率达8成左右 这次主要配合我们这次的防疫措施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地方 党部的这个党籍的选举 我们配合中央疫情 我们会全程佩戴口罩来进行投票 那截至目前为止 今天的天气也算不错 那目前投票率会上看到7成以上 这次地方的这个党值选举 总共有三个部分 那当然改选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地方的主任委员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全国党代表的选举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县党代表的选举 民进党华林县党部参选所有 有陈晴宇峰和黄登科两位来搅筑 而在全国党代表的部分 有延宪忠 胡仁顺 富国渊 洛燕秋四位来参选 而在现代表的部分有32位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记得请问华山伯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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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感谢观看